它不需要把所有的 不需要把电梯停下来 而且它不影响旅客的动线 不过就放在手扶梯上 清洁刷每一会时间 已经卡满粉尘毛屑 据子上其实是根据电梯的尺寸 还有它每一个沟槽的深度 或沟槽的高度来特别制造 紧接着换上这个专利海绵 进行第二阶段的清洁 然后喷上专用的清洁剂 进行每周一次的重度清洁 台体花莲站的手扶梯 焕然一新 纵路清洗完之后 每一个礼拜只要做一个 清度的保养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 旅客西来攘往的火车站 手扶梯草物纳垢 但风气又密又深 清洁起来并不容易 台体特别委外清洁 透过专利技术与产品 解决长年困扰 它除了可以去屋之外 它还可以除锈 另外还可以做润划的一个工作 对来往的旅客提供一个 更优质的一个环境 手扶梯定期清洁保养 还给旅客一个便利又舒适的 搭乘环境 尤其暑假到了 就是火车使用的高峰 即使人潮众多 也再也不用担心 记得华联正好报道